在日空一六年時 世伯的健康 是領到很多台灣人 涉嫌激造中國公安 在世伯仔 跨境詐騙中國人 在生活也能夠到中國 受信責家 如果台中檢訪 也重開調查 經過的心理 是起訴四十四的人 代表健康在土匯基長 將台智的老生 環境大學進班 因為涉嫌激到跨境詐騙 比中國法部通緝 而來專讀到波蘭 今年一月 比波蘭千萬回台 幸福教電信政策台队 經辦台智人數跨境到西班牙 做電信詐騙基本案 也在溫馨主義的家裡 帶到大部分的現金和建物 幸福教電信政策台队 接著經主 溫馨主義跟多民共犯 就如看國走起集團 以繼母中國公安 觀察官方方式 詐騙中各自的民眾 警方查出 他們在台灣有兩個困難所 還在由 學生幹部的組團 三國西班牙馬德里 將屬電信詐騙 這件案件在日空一六年 被警方查到 獲得281的新聞 就像被印度到中國受信 被破到八九十十年的現金 發生後 發生在九年開始 就像換國 還是要不認真 五國的書法進行 台中減風 當中發動三部的修所 經過生理後 將七月沒後的金主 再來 農總四十四個人 以為犯到做一個犯罪條例 會帶去冷水閹來提起公訴 恐慌統計 這個集團 為止空一六年十月開始 到十年的十幾月 比四百年更方查到為止 農總有一百二十六個 中國一個受害者 犯罪縮跌 農總有一千空 七十三萬多人民票 繼續台中總好報道